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行启示 都是照着神的话语而行 所以我想神的话 天地都要废去 但是神的话语是一点一话都不改变 神的话语是不落空的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二十一章 一节到七节的话语 创世纪二十一章 一到七节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孕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 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 给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 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要如养婴孩呢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神应许亚伯拉罕 神要给他们儿子 那我们看到整个应许成就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有三个方面是非常的重要 神怎么样成就他的应许呢 第一个是 神是按照神的话 God's Word 就是透过他所应许的话语 所讲的话语来成就神的旨意 所以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一节 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 眷顾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这里面我们出现了两次神的话语 一个是先前的话语 一个是照他所说的话语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 神是透过他的话语来成就他的应许 第二个呢 是神照着他的时候 God's Time 神有他做工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时候会吃烟 有的时候可能会我们觉得怎么还没有到了呢 但是我们是神按照他的时间表 按照他的时候日期来完成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第二节里面说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八九十九岁的时候 神就向亚伯拉罕说 明年这个时候 我要让你能够生个儿子叫伊萨 所以我们知道 神是照着他的日期时候来做事 第三个是 神是透过他的能力 God's Power来做成他的工作 我们在第二节里面说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孕 我们在这里看到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撒拉他 月静已经断绝了的时候 神仍然可以让他们能够怀孕 这是透过什么样子的力量呢 这是透过神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的里面 我们知道神说 明年这个时候你们要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撒拉不信 他而且心里暗笑 那个时候 神的话语临到 撒拉说 神岂有难成的事呢 十四节的里面说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所以我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做事 神的应许领导 都有祂的做事的方法 我们要了解神是按照祂的话语 按照祂的时候 按照祂的能力来完成神自己的旨意 第五节 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我想以撒出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一百岁 可是我们知道 神应许亚伯拉罕 要给他儿子的应许是七十五岁的时候 神赐下后裔的应许 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呢 亚伯拉罕等了二十五年 他二十五年 艰苦地等候以后 得着了真正的喜乐 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是否曾经神在你的生命里面 给了一些的应许 有的人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 有的人目前还没有得到应许 但是我们圣经的里面说 神的应许是绝不迟言的 到了时候 他必应验 所以我们在耶利米爱歌三章二十五节说 凡等候耶和华的 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所以我们这是表明神在自己的时间的里面 他必定信实地要完成他的旨意 所以我想为什么以撒要出生呢 因为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 因为神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所以我们知道透过以撒的出生 让亚伯拉罕的约可以能够继续持续 以至于神的应许 从亚伯拉罕的后裔 有耶稣基督的诞生 所以我想 我们神真的是按照 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的话 神说 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本来我们亚伯拉罕跟撒拉 本来他们放弃 本来他们觉得以施玛利就够了 但是神的应许是 要从应许之约生的就是以撒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不要因为神的应许没有成就 我们想用别的方法来成就神的事情 因为神说 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善意 也不能靠着人的热心来完成神的事 因为神 祂是必按照祂的方法 祂的时间 祂的原则来完成神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若是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从神领受了神的恩典跟神的话语 也领受了神的一些的应许 若是今天还没有成就的话 大家不要担心忧虑 持续的等候 祷告在神的面前 神必按照他的时候 必要成就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 此爱的天父 亚伯拉罕蒙神呼召 亚伯拉罕在七十五岁的时候 得到了你的应许 主啊 但是他等候了二十五年 你的应许成就在他身上 荣耀的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若是已经领受了你的应许 主啊 你把美好的计划 放在他们里面 主啊 让我们一直等候 能够可以在神的时候 能够领受神的成就 谢谢耶稣给我们信心 主啊 一直等候 主啊 你的时刻的来到 谢谢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